小慧 回来啦 秋农姐 我看您上了一天班 好像挺累的哈 还行 你们家桑南还好吧 还行 怎么了 没事 我只是随口说说 我只是随口说 但是怎么了 你最近忙什么呢 没忙什么 准备帮他们公司拍个广告 广告 是不是电视上那种 有大明星的 你什么时候带我也去瞧瞧 只是一个平面广告 管那什么广告 只要是广告就行 求求你了 跟你们老说说看 就让我瞅一眼 省得我们家那口子 老说我没见过世面 我呀 就喜欢热闹 那我明天早上带你去 好 那什么 我得先去赶紧买点菜 先就这样啊 我去买点东西啊 小春哥 看你把全红姐吓了 不是 你不知道 像她这种人啊 你就得这样对付她 否则的话那会得了啊 小慧 以后她不管跟你说任何事情 你千万别相信 我今天啊 真的没跟小慧说桑楠和那孩子的事 改名啊 改名啊 明天你还想说啊 不是说呀 那个 我告诉你 以后你再敢胡说八道 你破坏人家的感情 你看我怎么对付你啊 你瞎猜些什么呀你 你瞎猜些 水果刀啊 你瞎猜些 秋红姐 这就是我们的摄影棚 哎 怎么了你们 小慧 你说多夸张啊 你带醒醒的罗兔 从现在还不来 啊 都几点了 哦 对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好邻居秋红姐 这是我们的编辑丁丁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萧嫖 帅哥好 你好 哎 你坐了 坐的没什么去 坐 那怎么办啊 现在 不知道啊 对不起 摄影师 我来晚了 你们看看表 几点了 换人了 为什么呀 不是说好的吗 你昨天晚上玩到几点才睡啊 你两个黑眼圈让我怎么拍啊 回去吧 摄影师 你错了 原谅人家啦 这不是有化妆吗 都铺点粉不就行了 不行 缓人了 你凶什么凶 你以为我怕你啊 我偏要拍 来 哎呦 我当是什么国色天香呢 这我怎么瞅着 这像一只毛没长全的小母鸡啊 这不会下蛋 光知道咕咕咕咕叫 你是谁呀 真够俗的 哎 我是俗 可是我也爱美呀 哎呦 我瞧您这身子骨 这拍出来 这还不让人觉着你 受了多大虐待似的 这谁还敢买你推荐的化妆品呢 你们说是不是哈 算你们狠 我才不跟你们搬件事呢 哎哎 留心脚点啊 别摔着 当心没脸见人 这不走了啊 太厉害了 小母鸡 你怎么想出来的 太好了 小猜一点 对付这号女人啊 你就得小人扫着她 叫她哭不出骂不出 整个一枚脾气 要不是你呀 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姐 请坐 来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又没模特了 小慧 小慧 模特的人选有了 谁啊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 张婧 可以 我 也没有 那些没什么 我本家 很可爱 是 小慧 我这就拍好了吗 秋荣姐 完了 可以了 你可以先回家了 谢谢 拍的还行吧 好 挺好的 行 摔开美女 那我先回去了啊 好 别忘了下次再找我啊 好 辛苦了啊 再见啊 拜拜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不用 我自个儿打身回去行了啊 再见啊 那你小心点 好 回见 拜拜 快点啊 真实 秀 你瞧她美的 找不到北了 走 找秋荣姐做模特也不知道行不行 干嘛对自己那么没信心啊 我是对你没信心 是啊 我也有点没信心 瞧 让秋荣姐做模特真的行吗 这如果真的通不过 那我怎么跟桑南交代啊 要不是因为你 我才不拍这个广告呢 放心吧 肯定让她满意 真的吗 可是秋荣姐又不符合我们模特的年纪 况且也没收过什么专业的训练 你凭什么认为她适合 这个保密 如果告诉你 我就没饭吃了 去 不说拉倒 我说小倒腕 你这别卖关子了 有什么话 赶快讲 是 虽然她条件算不上优秀 可是你们没发现 她一旦自信起来 表情十分地生动 其实 每一位女性 都有她们自己美丽的一面 只不过 周围人的目光呢 是她们自己 更加在意年龄啊 还有外表上的一些缺陷 如果 能让她们忘记这些 激发出她们内心的自信来 就算年龄再大 外表再平凡 她们都会变得美丽起来 如果只是为美而美 为年轻而年轻的话 那广告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知道了 所以我们的广告 就是要告诉所有像秋红姐一样的女性 美不是由岁数决定 也不是遥不可及的 只要能够找回真实的自我 那就是最美 我喜欢跟你一起工作 就是因为你聪明 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我们是功诺子的病来到 秋红 朱老伯 今儿个你有什么大喜事 没这么多东西 朱老伯 你猜我这儿干嘛去了 干嘛去了 我料你也猜不着 我呀 拍广告去了 拍 拍什么 拍广告 大刘 报纸 还有那个安琪杂志 今儿怎么豁出去了 平常买个报纸还想贵呢 也想赶失毛 那可不 说不定我哪天呀 就当上大明星了 以后每期的安琪杂志来了 都给我留一份啊 说不定哪天我的照片就登出来了 登你的照片 开什么玩笑 你还别不相信 今天小会可是请我拍广告去了 真的 那 这下你可发了 钱不算什么 重在参与 以后记着哈 别忘了那个杂志啊 拜拜啊 孩子妈也能当明星 这世道真让人搞不懂 来干杯 干杯 对了 今天晚上不如我请客 好好的犒劳犒劳你们 好啊好啊 我们一起去 不好意思啊 我有约会了 真没急 算了算了算了 我陪你去吧 喂 一听就知道广告拍得非常顺利 对啊 我们今天刚拍完 你不知道今天拍广告可有意思了 怎么 没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行啊你傻丫头 还跟我卖关子 对了 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 恐怕不行我等会儿还开个会呢 这样吧 等广告要是真的通过了 我再跟你们一起庆功好不好 那好吧那好吧 拜拜 拜拜 哎 哎 常盛 周老婆你好啊 你好 恭喜你常盛 我啊 我有什么值得恭喜的 你们家秋红啊 成大明星了 哈哈 您老今天是不是又喝大了 哪我开心呢 他可是去拍广告了 那可是当模特呀 就他那模样还能当模特 是 那我就是国家总理了 你好 回来 好 看大致啊 恭喜啊 常盛 哎呀恭喜你了 你老婆拍广告挣了大钱 就算你下岗有人养了 我说你今天这都怎么了这都 那你们是不是都合计好了 都冲着我说胡话 哎哎哎 回去问吧 您老婆就知道了 不可能啊 今儿早上班的时候 他还在家呢 哎 这臭婆娘 我准是要把我给骗子了 他还从我这儿埋里边 按齐杂志 说下回就该登他的照片了 什么 登他的照片 什么 他还从我这儿埋里边 说下回就该登他的照片了 什么 他简直是反了 你看我回家我该怎么收拾他 爸 妈今天 你别说 你给我打住 你妈的人呢 洗澡呢 看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你是不是也知道你妈妈拍广告的事 几乎全小区的人都知道 不错 王秋红 你给我出来 你妈 扔得重点 我累死了 天哪 怎么了 我怎么这么笨哪 我只填错了一位数 这五千块钱大奖啊 就这么 飞了 真气死我了 飞了就飞了 您吓死我了 您一向手续都不好 按摩 说什么呢 死丫头 这可是五千块呢 你轻点一万 您这能按摩 你这杀人行吗 叫什么叫啊 一会儿嫌轻一会儿嫌重的 你也太难伺候了 你也不是为了结婚 才累成这个样了 那我也是为了丧男 什么是为了丧男的 我看你都和她一样 一样是工作狂 按摩 小薇姐姐 我们要跳楼了 方黄阿姨 小薇姐姐 我们要跳楼了 回来啊 方黄阿姨 小薇姐姐 我们要跳楼了 我们还要跳楼了 快去啊 跳楼 快 这怎么回事啊 你别追我 你要干什么 你有种就让我跳 你让我跳 你别跟他们跳 你吓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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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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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好好说 快点 快点 你们这吵什么疯呢 你们什么事闹成这样啊 没脸说 丢死人了 我怎么丢人了我 我怎么丢人了我 就你扔什么 你说你扔什么了 你说你 你说我这缺你吃 还少你穿的 你四处你给我丢人现眼 太广告了 我怎么丢人现眼了我啊 我派广告我怎么了你 你 小慧 方黄姐 你们给拼命令 哪有她那么混球的 你说我什么 你说我什么 你你 乔诚哥 你别打了 乔诚哥 你别打了 派广告的事 是我拉着秀勇姐去的 你甭提着说好话 我太了解他了 我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 他就是那个满嘴 说瞎话的那个人 你真的是我拉他去的 那天因为我们 一直找不到模特 所以才会 如果你真的要打 你就打我好了 你 那好 照片呢 我照片都拿出来 没 没洗出来呢 那我告诉他 这照片洗出来 你一张不许当 我告诉你 我这洗出来我也不给你 我 我的照片 我爱蹬哪儿蹬哪儿 你管得着吗你 看我就是要让 全世界的人知道 我就是要让大明星 你怎么着吗你 小慧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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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慧 别急 这长生啊也太不像话了 这家里解释成战场了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叫全人姐去 要怪也怪她 这拍就拍了吧 还满世界瞎嚷嚷 难怪长生脸上挂不住 拍广告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长生哥干嘛那么凶啊 男人嘛 有几个喜欢自己老婆 在外面出风头的 这面子挂不住 怎么女人做点事 就要男人脸上挂不住了 难道为了面子 连人命都不管了吗 这种事难道没人管吗 谁会管哪 清关难断家务事 再说了 你呀 别看着秋红闹得要死要活的 那是吓不长生的 不会真跳楼 夫妻之间还带这种吓唬的 难道他们就不够小孩子吗 要考虑考虑小乐的感受 这两口子要是疯起来啊 那是没道理可讲的 不认识啊 怪异后 桑楠也变成这样 她不是太恐怖了 她不会是这样的人吧 不过这也很难说 说实在的啊 这女人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 第一 不能比男人聪明 第二 不能比男人正得多 这第三呢 还不能有脾气 得学会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第四 不能有好迹象 不能动不动 就把那些劣迹和神经老账 拿出来翻 说白了 你要没有足够的忍耐与包容 趁早啊还是别结婚 这话怎么越听越别扭 这分明就是大男子主义嘛 还一套一套的 姨妈 您不是没结过婚吗 从哪知道那么多的 是不是这么回事 等结了婚呢 你就明白了 您自明一致 我还真有点害怕了 自打准备结婚那天开始 烦心事就没断过 是不是老天爷在暗示我什么 行了行了 你瞎扯什么呀 你要没事 赶紧睡觉去吧 姨妈 您到现在都没结婚 是不是因为瞎怕了 怎么说呢 结婚呢 也是每个女人的梦想 我没成家 也并不是不想结婚 而是对人太挑剔了 总想找一个实权实美的伴侣 结果呢 高不成低不就 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呢 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 虽然那时候啊 也没有那么多的男孩子 追着围着 可我也不想 就这么轻易地 把自己给嫁出去 结果呢 一来二去的 就给自己给耽误了 所以说小慧啊 要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 就别期望太高了 但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 有些事情啊 不亲身经历 永远不知道 它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那有模特术舞 相当会不会这样啊 这次选的模特 跟过去有点不一样啊 长相一般 年纪有点偏大 应该不是专业模特 但是感觉啊 亲切大方不做作 有种朴素的自然美 摄影也很讲究啊 所以这回的广告 拍得还是很有水平啊 您说得太好了 我看这广告一定能出其制胜 小慧 桑南 这次你们可是为公司立大功了 您过奖了 其实这是大家的功劳 当然了 也要感谢桑南给我们公司这个机会 不不不 机会可不是我给的 是 是你们靠自己的实力争取的 是 通过了 我们成功了 吓死我了 我也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了 晚上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不过我真没想到秋红姐做模特 居然也能通过 是秋红 你没看出来吧 她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 她用一句广告语用来都说好 好主意 你的点子吧 我这没那么聪明呢 那是向遥的主意 我都忘了告诉她这个好消息了 喂 向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拍的广告通过了 干嘛这么烦一点都不激动啊 干嘛这么烦一点都不激动啊 干嘛要激动啊 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你这是一点都不谦虚 我告诉你啊 今天晚上我要和桑南吃饭 那就改天再请你们喽 就这样啦 拜拜 自己跟自己庆祝吧 你怎么啦 没想到你还是找她拍了 对不起啊 我事情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她的确拍得好 连你们陈总不是 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呢 是因为想对你负责任 我才会去找她拍 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信不过我吧 为什么每次在人家高兴的时候 总是要提这个 怎么了嘛 高兴一点嘛 还说给人庆贡 结果摆出这么难看的样子 好了你别生我的气了 陈总好不容易表扬我一次 别生气了 桑大人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行不行啊 你这算什么理由啊 不管什么理由 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你不是笑了吗 真的不是我想生气 可是你明知道我不愿意你和她接触 你为什么还给她创造机会呢 你真是小心眼儿 我都说了是为了拍广告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你总不能让我连工作都不做了吧 可是你别忘了她曾经向你表白过的 我的未婚妻整天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 我能不担心吗 你放心好了 我会把她当空气的 空 空气 无色 无形 无味 她存在在我的身边 但是我却没有一点点的感觉 就是这样 你放心好了桑大人 我服了你了 好吧 看在你劳苦功高的份上 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谢谢桑大人 你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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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可笑啊 我怎么也开始嫉妒了 奇怪啊 经理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这怎么会没有 CEO公司的会计审核资料呢 我上午问过事务所了 说审核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怎么 合约里要用到吗 那倒未必 不过严格的来讲 在审核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是不应该轻易签约的 CEO公司的方董 和咱们老总是好朋友 我想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那不我再帮你问问事务所 不用 我自己去一趟 你 你要是不吃饭 当然不许去 好 我吃 你啊 都快成我的管家了 谢谢啊 没想到 桑南也会吃醋啊 我以为他没这根筋呢 他当然会吃了 他在乎我嘛 只是不知道他心里的疙瘩 解开了没有 我看啊 解不开就算了 这回也该让他知道知道 痛苦的滋味了 你别这样好吗 每次一提起他就满腹怨气 好像上次发生的事一样 你就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大肚一点 看你怎么贿赂我了 有杂质摊 走 来 等等 太好了 有心态 老板这本我要了 这个不好 好啊 你这这本 还明天那么有支持呢 我要看 我要看有新娘的 有新娘的 这个有 这个 怎么都有啊 这几本我全要 够吃 五本 这五本不要 你买这么多啊 多少钱 正好一本 好 好 太少 不怕东西都猛 不行 不行 让一下 被骂得真丑啊 这家店的婚纱还不错耶 款式又多 颜色又好看 丁丁 下了班 你陪我一起去看好不好 我拜托你 不要一惊一乍的好不好 那再说了 就算是去的话 也得桑南陪你去啊 关我什么事啊 嗯 嗯 好像有点道理哦 那我打电话给她 怎么了 又改主意了 我想啊 我还是给她一个惊喜好了 好 惊喜 惊喜 出去啊 出去啊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帮童友去拍片子了吗 我这不是挣点钱吧 回来请大家吃顿饭 真的 那谁呢 小慧呢 小慧她下班了 她约了桑南去长江路口那家婚纱店去看婚纱了 看婚纱 嗯 怎么突然想起来看婚纱了 什么叫突然想起来看婚纱呀 人家在筹备婚礼 看婚纱是天经地义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知道了 肯定是桑南啊 知道跟小慧拍广告 所以啊 她产生忌妒了 就硬逼着小慧去的 行了 小大侠 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跟你说啊 这次啊 是小慧主动约的桑南 不可能 你这个人怎么就是不死心哪 你非在人家中间插一杠子你才满意 我告诉你啊 别怪我媒体一行过你 也别瞎耽误功夫 好吧好吧 我就不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 我看办公室也没什么事 我 我先走了啊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 下次吧 这么大个美女 你耽误时空气啊 小慧 一等经理啊 嗯 还没下班啊 他刚刚去会计师事务所了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找他呀 没什么急事 早知道我来之前 打个电话给他就好了 没关系 你先走吧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好不容易主动一回 还铺了一个空 好 您好 您好 来 请坐 请坐 好 来 请坐 请坐 不好意思 好 你接个电话 好 喂 喂 我在女公司楼下呢 你在我公司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啊 我今天发现一家不错的婚纱店 本来想跟你一起去看的 这样啊 可是我正好在外面谈点事情 我知道 我刚碰到王丽他跟我说了 你先忙吧 当时工作要紧了 对不起啊 让你白跑一趟 要不 你先自己过去看看 算了吧 等什么时候您有时间了 我们一起去看 嗯 那好 回见 师傅停车 您好 欢迎光临 您请 您好 欢迎光临 到什么时候 这么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西欧公司的背景比较复杂 你们给我们的时间确实很紧 这个我是知道的 可是公司呢 马上就要签约了 所以还是麻烦你们多废点心 尽管完成审计 你好 你可以随便看一下 想要个欧洲风味重一些的 还是很爱一些的 可以里边看一看 你们家的活沙真的很漂亮 我可不可以试一下 那就辛苦你们了 希望能够尽快看到 你们的审计报告 您放心 我们一定能做到 谢谢 不好意思 还是没忍住诱惑 我去问 你在哪家店 我马上赶过来 对不起啊 请稍等一下 你真好 我在 你真好 我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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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好 要定这款吧 那等会儿啊 我再帮你去挑 你穿的西服怎么样啊 我现在就要帮我 皇上 啊 女士 呢 家 turkey 我 啊 啊 啊 嗯 不好看 嗯 哎 这吃 这一套肯定特别适合你 就定这套吧 怎么样 这套太贵了吧 没关系 我喜欢啊 我希望那一天啊 你是全场最帅最帅的帅哥 就点这样 要不再配上其他的 这个陈胖子真不会挑手 不理他 你这样不好吧 万一人家找你有什么事呢 他能有什么事啊 天天耍瓶嘴 咱们俩好不容易才在一起 你接吧 胖子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好小子啊桑南 胆子不小啊 竟然敢挂我的电话 不想活了你 你是不是在干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啊 你少瓶啊 有什么事快说 呵 你还挺横 是不是吃了海鲜长脾气了啊 啊 你不打算回来了 我早回来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啊 早回来你不跟我联系 啊 你忘了我当年怎么拿身家性命 来救你于水火之中啊 我当了我的项链呢 我当了我的项链呢 呃 我正跟小慧在挑婚纱呢 改天我请你吃饭 甭改天了啊 就今天 我菜都点起了 就等你来买单了啊 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啊 哎 我告诉你啊 杜莱你可别后悔 王正 离我不到三张桌子 在我后面坐着呢 你遇到了一个很难缠的客户啊 那我 那行 我马上过去吧 那你就去吧 那你不生气啊 反正今天该办的事情都已经办完了 但是 你跟他约会完要记得给我打电话 听见没有 还是老婆当然最理解我呀 那当然了 哎 怎么了 晓杨 这一天不接这么小水 被你拗水了吧 喂 你别这样喝法 你都一口气喝了七八杯了 你给我 给我 你 你 你知道我 我今天为什么想把自己关罪了 说 我今天看见他穿婚纱呢 我今天看见他穿婚纱呢 可 可旁边那人不是我 老大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非要和我打吐 去追一个马上要结婚的女孩 这回输惨了吧 我这回是一败涂地 兄弟 你 你说我 我怎么这么费啊 你都不同情我 你都不同情我 你还笑 是吧 是吧 不就是爬 爬三圈吗 我没法 你 你也不敢啊 我现在就爬 咱们说好 是从上边爬对吧 好 咱们 多 多简单 你看 走 喂 先生 没事吧 走 我没法 店主席 你 不不nos 被人家 在发生了什么 老时候 我没可以 我们帮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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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